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因為呢 你有提到嗎 就是最近那個賴清德在他的那個 就是競選的活動現場 就是發便當 然後就是 就是是不是自己覺得說這個100元 就是比自己的這個20元 明明超過很多 怎麼會 昨天呢 我已經就是正式的 向法務部調查局去做檢舉了 因為我們就要來考驗一下 我們的檢調人員的數學到底怎麼樣 在他們的眼中 是不是20塊會大於100塊 是不是看到藍的就搶著去辦 明明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看到綠的呢 即便現場都喊了動算了 然後呢都 每一個人都還要發便當券 然後甚至賴清德自己問台下的觀眾說呢 便當一個多少錢 大家回答100塊 但檢調是覺得說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一般的選舉過程當中的正常飲業 那我想要問的事情是 檢調可以這樣子雙重標準嗎 檢調可以這樣子大小眼嗎 我發的20塊錢的壽面 引來包含是夜間搜索等等 幾乎已經違法的這種調查行為 但是呢賴清德卻可以明目張膽的 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之下 一個一個的都讓大家去搶便當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離譜的行為 所以說呢我們也是已經向 這個法務部的調查局去做了相關的檢舉 那就希望呢看看法務部會不會雙重標準 那同時我也有接到一個網友他告訴我說呢 關於我的競爭對手有沒有一個所謂贈送大禮包的這個問題呢 他們也去向相關單位檢舉了 沒想到竟然收到回信說要叫他們到場做筆錄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離譜跟非常誇張的事情 就是說呢如果說是檢舉民進黨的 他要叫你去做筆錄要提供你的個人資料讓他們留檔 那這個民眾就會很擔心說未來是不是還會再進一步的被查水表 但是如果是國民黨的就算只是個20塊的壽面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違反選罷法 檢調人員還是夜間敲門 把里長跟領長還有民眾都帶回去做證訊 那你會覺得說就是賴清德甚至在台上講說就是 一百塊的便當 然後就是如果中國就是進來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就是更低價 就是八十塊這樣騷架競爭 你會覺得他就是講這一番話到底是什麼用途 其實作為一個一般的民眾喔我覺得呢在台下聽到賴清德這樣講的話 會真的覺得他是腦袋不清楚 因為如果便當變八十塊那不是大家都很開心嗎 大家不覺得現在便當太貴了嗎 那也不能怪店家因為物價飛漲 所以便當店也只能提高他們的售價 但是如果說今天的便當變成八十塊 那底下的這些觀眾朋友那這些聽眾朋友應該都感到很開心嘛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的這個論述的邏輯顯然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呢王世堅這個議員喔 他送的是啤酒 這個綠色是原諒的顏色 所以呢這個啤酒上面的包裝都是綠的 可能就比較沒事 所以呢我也在他臉書留言說我要趕快筆記起來 原來二十塊的售面不行 但是二十七塊的啤酒是可以的 這就是我們檢調的標準 市長那個許小生二選的售面跟環保袋被說會選 不過昨天賴清德新主的場子啊 民眾為了講免費的便當暴推及 還要差點亮那個踩踏的意外 免費的便當難道就沒有問題不用炒嗎 政治的黑手不要盡道失謀 清白的人不怕受檢驗 我們乾乾淨淨的選舉 接受人民的考驗 其實就是在昨天的時候就是 顏寬恒還說你是他的學妹啊 這兩個部分 他應該算是學廠喔 因為呢他之前因為炒米粉的關係 這個是在選辦旁邊規定合理的一些小吃 那竟然呢也像我這次一樣是受到這個 檢調的約談然後去泡茶 那其實就是說真的啦 因為昨天的這個時間點喔 就是在我競選總部的成立的前一天 所以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就是說 就是要讓這一些里長他們不能來也不敢來 因為會有這個壓力嘛 對所以今天呢我們也跟檢調直球對決 如果你認為這個購物袋這個泡 這個不是泡麵 壽麵 那這個購物袋跟這個壽麵是所謂違反選霸法的話 我們今天現場就繼續發 我已經放在台上了 等一下我們就會繼續發這個袋子跟這個壽麵 如果檢調認為一個4塊錢的環保購物袋 一個20塊的壽麵是違反選霸法的話 歡迎你到現場來蒐證 歡迎你到現場直接把我從現場帶走 歡迎你把我們的民眾直接從現場帶走 我們深圳不怕影子邪 我們沒有做錯事 我們清清白白 所以我們敢站在這裡大聲說話 不怕你檢調來查 所以昨天里長他在離開的時候 他本來想說很多人跟他講 如果你怕被訪問的話就走快一點 他想了一想覺得我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我要躲 所以他在樓下的時候 直接的告訴我們的媒體朋友 我作為里長 我辦活動都是為了李明 不是為了特定人 過去我辦了 今年我辦了 未來我會繼續辦 而且擴大辦 邀請所有的議員跟立委跟主任 大家一起來辦 重陽節就是讓長輩能夠開心 不是變成你檢調 拿來清算政治人物的手段 所以我也很感謝 我們信義南松山的里長 是這麼的勇敢 站在這些強權的面前 然後被征訓了超過12個小時 但是仍然無所畏懼 繼續勇往直前 既然他們這麼勇敢 我們也要跟著他們一起勇敢 來來來 這麼時尚 怎麼能夠這樣被擋住呢 哎呀 而且我裡面 還帶了 我們的當事壽面啊 壽面本人留底家齁 我們就 好 先訪一下 然後我們再等那個侯上一起來 再陪他一起訪 來吧 就可以先聊一下 因為昨天那個檢調 是說有一個議長 是說每座八千元長 我問一下這個八千元跟妳是怎樣 那個真的是笑死喔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呢 當天那個叫做 松山區的里長促進會的活動 昨天我也拿出了我的行事例給大家看 當時我們在登記行程的時候 就寫得很清楚 那我們是收到邀請函 那這就是一個 藍營里長的固定的定期的聚餐 然後呢他們就是有17個里長 現在被檢方說成他們都是里民 不是 他們都是里長 17個里長 還有4個以上的議員人都在現場 那我必須說齁 其實這一次的檢調 他在過程當中不只要清算我 他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對象 就是他們要清算王鴻威 因為那天王鴻威他人也在現場 所以檢調在問案的時候 就不斷的引導里長說 你們辦這個活動就是 為了他們兩個選舉而辦 但完全不是這樣 那個黃旅主委那天人也在現場 待會你們可以問他 所以一個有17位里長在的 一個里長聯誼會的餐序 被抹黑成里長找了里民 然後呢來幫我跟王鴻威兩個人動員造勢 這個真的是笑死人喔 所以我想是司法檢調 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為了所謂的新潮流 為了民進黨的選情 刻意的去抹黑別人 那這個事情這種選舉的伎倆 大家都看多了 不會輕易的被騙 所以當天的吃飯 我們是議員都是被邀請的 當天包含我 秦慧珠 張維媛跟王鴻威 四個議員人都有在現場 不是為了徐曉星 也不是為了王鴻威 而辦的一個活動 我們都是收到了邀請函 前往現場 所以當天的餐費 也不是我出的 活動也不是我要求他辦的 一切都清清楚楚 不怕檢調來查 檢調主要就是因為我把這個購物袋 我跟大家講 檢調認為這個破破的袋子 要一百塊 大家自己摸摸看這個材質 我們這個政治界的愛馬仕 也沒有這麼厲害說要一百塊 然後呢 他們還說這一包壽麵 價格二十塊 我的單據都給大家看了 他們說這要一百二 所以檢調人員不要吃米不知米價 如果不會用Google查價的話 我可以教你 所以四塊錢跟二十塊錢 二十四塊的東西被說成是兩百二十塊 那檢調到底他們的數學還好嗎 他們會不會使用Google 會不會查價 如果檢調真的覺得這樣兩百二的話 其實我應該多囤一點賣給他們 然後我再捐給侯友宜 這樣我們今年的競選經費 大概就籌錯的差不多了 但當天有沒有拉票的行為 拉票的行為嗎 對 那個餐會長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來都很開心 就會說加油啊 然後一定要當選 因為那都是藍營的里長 他不是所謂的里民的餐會 就是大家會說什麼加油啊等等的 那我就回答他說愛你喔 然後這段影片就被檢方拿出來 許巧欣怎麼可以跟里長說愛你 所以